肉骨茶是馬來西亞的地道菜式 在質如蔥就有一間營業時間 只有兩個半小時的餐廳 餐廳是由主廚Kelvin打理 我自己本身入行已經30年了 做過幾間五星級酒店 在每一間酒店都會有星馬菜的廚師 我們都會接觸到很多 正宗的馬來西亞地道菜式 我其中一個拿手菜式 就是地道的肉骨茶 有人吃完肉骨茶出來 其實那些是新加坡 或是馬來西亞的客人 又或者出來說 為何要做得這麼地道 他們又會問我 其實你是否馬來西亞人 我就會答他們 其實我是純正的香港人 這碗古早肉骨茶 每天限量發售20個 而裡面的材料亦非常講究 例如沙心、肉粥、當季、杞子、村公、羅漢果、龍眼肉等等 加上新鮮的專欄牌 熬製兩個多鐘 配上油條和白飯一起吃 肉骨茶由來 就是近時 中國人被賣豬仔去南洋做苦力 他們很喜歡煮一些有肉 有些藥材 用來拌飯又飽肚又補身的湯飲 又會加上油條 令自己可以補暖、暖身 那些就叫做肉骨茶 我們這間餐廳 其實每天都是開兩個半小時 由中午12點開到下午2點半 其實我每一天做完午餐 整理好餐廳之後 我就會踩單車到北角 選一些食材 那我們現在走吧 這間餐廳最重要的就是來買我做肉骨茶的甘草 這間的甘草頂乖乖很好吃 嗨 老闆娘 你好 這裡基本上很多香料都齊了 你可以看到有辣椒乾 好像我最重要來買這個甘草 其實肉骨茶在甘味最主要就是這間甘草 但是甘草來講怎麼選擇呢 你就要看它 外面的皮是帶紅色 裡面的肉是帶小黃色的 那才是最美的甘草 其實我煲肉骨茶這麼大煲 下12片左右已經是足夠的 大概這麼大片左右 12片足夠整煲肉骨茶的回甘味道 羅漢果拿上手 你記得問一下 慢慢有少許羅漢果的甜味 還有有少許金味 那怎樣選羅漢果呢 我現在手有兩個羅漢果在這裡 你拿一張桌子試一下 這個羅漢果不會彈的 但這個羅漢果要乒乓彈起來 就知道是好美了 師傅對於採購食材有嚴格的準則 對於材料的份量控制 亦有獨門的一套做法 冬天來說,要多加些當歸、行血 因為加上白胡椒粒多一點 讓你喝下去,整個人暖身 會比較適合冬天去喝 就不會說你用一個味道 全年用到尾的肉骨茶 你就要看天氣,潮不潮濕 熱不熱,或者天氣冷不冷 你又將藥材加以調節 是不同的季節 就用不同藥材的份量去做出來 還有就是用本地新鮮的豬腩排 就最主要,因為有肉的鮮味 開業在質如蔥的小糧野 部分未必能夠跟商業區同步 但師傅希望以質成糧 讓更多人吃到這份馬來味 其實畜色文化在每一個繁榮的城市 都無可避免會有的 但我又想把我所學的攀調技術 和食物的藝術帶給大家 生活太多限制 未必可以說飛就飛 直上只想旅行全新網站 不用限時限刻 隨時想去哪裏就click去哪裏 好嗎